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学校家庭到工房军营 他又如何嫁及爱的桥梁 和平年代寻找最美君嫂系列节目 本期为您讲述爱心校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寻找最美君嫂已经播出几期了 君嫂的朴实阳光和坚强 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君嫂 写信自荐 同时我们还收到了战士们 推荐自己妻子的来信 其中第二炮兵后勤部士兵张清红说 虽然自己妻子的付出 与别的君嫂相比还有差距 但是他非常感激妻子赵登彦 为他所做的一切 他在部队取得的所有成绩 都有妻子的一半 在他眼里自己的妻子就是最美的君嫂 今天寻找最美君嫂系列节目 带您走进内蒙古包头市 君嫂梁延芳虽然只有31岁 却已经在一所外语培训学校当了11年的校长 记者出发前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媒体对他的报道 有人说他是一位爱钻研的老师 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有爱心的美女校长 我们见到梁延芳时 他正在学校会议室进行教学培训 眼前这位时尚干领的女校长 专注而有激情 他正在失去的内容更是充满趣味和魔力 两人禁不住 想要参与其中 这是梁延芳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的一套音速操 轻快的节奏配合俏皮的肢体动作 生动形象地把每个字母的音标准确表达出来 就是音速 主要是练什么 新的发音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刚才我坐在那我都想站起来跟他写了 其实你们的目的也是这样 对 就孩子可以 对 他可以轻松快乐地学 让他感兴趣 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一样的内容呢 把它做出特色来 在有特色的情况下 学生他就是有吸引力 延芳为与培训学校是梁延芳一手创办的 校名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从办学里面到校规校计 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里 都凝聚着梁延芳的创意 我们三层 对吧 对 多少人教室 41间 嗨 我们老师正在这教区 I am little technical 小蝌蚪 小蝌蚪 我要去看我的妈妈 小蝌蚪在讲妈妈 所以说要他们更直观地看出来 蝌蚪长什么样 就给他一个角色定位 在趣味性 在趣味性 对对对 是啊 因为从他这个心理特点学习来说了 他是一个感官性的 他看到的 听到 像我们其实有说 讲到这个水果呀 这沙拉 我们完全就带食物 这真实的客团就搬进来了 真实的厨房就开始操作了 就是这样的 多年来 零眼方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学科 潜心研究出许多奇特的教学方法 他说作为老师 首先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而这个演员不是演戏给孩子看 而是要和孩子们一起演 健身研究出许多奇特的时刻到了 1 2 3 带着孩子们一起来 倒数三个数 那么颜色立刻就出现了 It's a wrap 孩子通过这个形成 他上课很有新鲜感 很有神秘感 对 他很乐于参与 那他就感觉在一节课很快 怎么这么快就过了 怎么就下课了呢 这些新奇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 不由得让我们对梁文芳校长刮目掀开 然而提及他当初办校的动机 却是充满着戏剧色彩 梁远芳上学期间 英语成绩一直非常拔劲 大学期间有亲戚慕名找上门 希望梁远芳能帮助辅导自己的孩子 有这么一个男孩 他是当时要升高二 要升高二的 然后学校就劝退不要了 他又淘气 又不好好学习 然后英语呢 几乎是一塌糊涂 经过梁远芳一个暑期的辅导 这位高中生的英语成绩 奇迹般地提了上去 而且从最初的讨厌学习 发展到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整个人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孩子呢 后来考了银盘大学 然后又听说找了一份 很好很好的工作 他爸妈妈高兴 很高兴 然后又说 找了一个可好可好的媳妇 我感觉放心了 我感觉放心了 其实 其实我比他也就好 应该就是大 两三岁 也是刚大学毕业那话 但是你觉得他的人生 跟你有关系 对 就是这次经历 让梁远芳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大学毕业那年 当同学们都在谋划就业方向时 梁远芳则萌生地开办 英语培训学校的想法 为了这个梦想 梁远芳从自己所在的小县城 只身来到包头市 这边 就这间房 是 这间部组20平方米的出租屋 就是梁远芳梦开始的地方 十一年前 二十岁的梁远芳 就是在这里 开设了他半学以来的 第一间教室 然而 这教室里的第一批学生 却吃吃味道 因为当时谁都不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 小姑娘 确实家长很质疑 很不放心 那边人生就不熟的 对啊 当时呢是有一个亲戚 家的小孩 他是老师 然后呢 我给他先那个辅导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辅导的话 他就进步很大 然后这位家长呢 就非常感激 然后呢 他就有意向学习的孩子 给推荐了七八名 就把自己班的孩子 推荐给你 对对对 那当时你的第一批学生 是多少 七个学生 七名学生 对对对 最初那七名学生 经过梁延芳的培训后 应与成绩 俊所攀升 就这样 在诸位家长的口耳相传下 慕宁前来的学员 逐渐增多 这位家长重新是梁延芳的房东 她在梁延芳租住的房子隔壁 开了一家诊所 因为当时学生越来越多 梁延芳开始应接不响 身体也有些吃不消了 累得病了 我就来我家书宴 书宴 但是我就觉得他 这个老师特别尽心尽责的 就书宴打上点滴了 我们家孩子要在跟前 他还要给我家孩子扶到 他讲到 对 对是呢 然后这些点点滴滴呢 在我们家他都挺感动的 觉得这个把孩子交递他 他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事实虽然证明了梁延芳的能力 但他毕竟是一切女子 要靠自己单独的肩膀承担起创业的重担 谈何容易 就是在这个办学过程中吧 逐步就是感到做这件事情 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份责任 这份承担 是关系到好多好多的学生 好多好多的家庭 2007年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学校规模的梁延芳 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嫁给了戍边军人石军 虽然丈夫当时只有七天的婚假 而且婚后一年当中也见不上几次面 但是丈夫身上那种顽强的军人意志 却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梁延芳 梁延芳的办公室简洁朴素 唯独这几块极型怪状的石头 显得很抢眼 这是我老公 他从他们边房那些 有好多的天然的石头 他看得好搬回来 梁延芳的丈夫名叫石军 石头的石 均匀的均 这些从边房线上捡回来的石头 是常年陪伴丈夫石军 树国手边的 上面应刻着边房军人的刚毅和忠诚 梁延芳说 有这些石头在这里陪伴自己 心里居得踏实 没有就是去抱怨 没有去就是索取 去要求对方为我怎么样 然后呢 自己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 不干涉的情况下 我觉得也是一种支持吧 我们的基础是 激情无限 超越自我 Yeah 梁延芳说作为君嫂 选择自强自立 是为了让丈夫安心 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Yeah, ready OK, ready Go Go, go, go 凭借自强自立的决心 梁延芳的学校逐步从七个人的小课堂 发展到在校学员 1800余人的大学校 学校直接改动一百多名大学生就业 累积培训学生一万余名 成为包头市九园区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 变化比较大 这个以前是被动学 现在变成主同学 他特别喜欢来这 觉得这是一间特别高兴的生活 我发现这里面的东西 你写着几分 八分那个五分 去五分前八分前就能买到的 这个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积分卡的一个分值 那么孩子呢 是凭他自己的本事 对 他就是学习进步 上课呀 作业呀 竞赛各方面 有进步 有提升 那么老师讲给他的 就是他学习的积分 对 然后来兑换 对 商品 在学校接待师的展柜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荣誉证书 这些都是梁岩芳和全校师生 共同争来的 其中最醒目的 就是这个春蕾班牌子 因为我们复联的话 就是一直承担着这个 帮扶这个贫困女童啊 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个也是由中国儿童 父母儿童基金会 组织实施的一个春蕾计划 杨校长呢 也找到复联跟我说 他想要一个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给他提了个建议 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春蕾计划 所以也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个 年方春蕾班这样的一个活动 如果是特困家庭 他就给予这个免费的 这位正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 学生名叫刘嘉丽 他这是春蕾班的受益者 专年前因为父母都没有工作 家庭十分困难 更没有钱上补习班 梁校长不仅减免了她的学费 还安排她的妈妈在学校里工作 在学校的走廊里 我们见到了刘嘉丽的妈妈 也挺偏偕老师的 要是没有台课 给你找这块儿走 我也没有个生死 还是现在在班里头学 班里头成绩也不舒服 去年在学校长 上二比赛 就这样一比赛 拿了一等酒 因为这个生死 有些大小微小的 就不接受 大呀那样 不接受 就不接受 在这儿看开心的 虽然不是不是老师吧 因为是这条高 学校成立春美班一年以来 先后为四百余名下岗职工 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学生 减免学费十万余元 发放助学金 发放助学金 奖学金八万余元 采访中 梁延芳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用爱心办学 而他正是用自己一颗真诚的心 深深影响和带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亲爱的老师们 孩子们 四月二十日上午 八时零二分 就在我们大家坐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上课的同时 雅安市庐山县 发生了地震 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孩子们 没了教室 有的人受了伤 有的人失去了亲人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的 这是梁延芳号召全校师生 向庐山栽区捐款时的一段视频资料 让我们一切爱心 在捐款的人群中 我们发现了刘家丽的目击 梁延芳说 当时本来考虑到她的家庭困难 学校没有通知她参加捐款活动 没想到她主动先来 写爱心 忙完学校的事情 梁延芳还要匆匆赶去幼儿园接孩子 由于丈夫远在几百里外的边防部队 家里的事情自然都落到了梁延芳 一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温馨而时尚的家 梁延芳说 她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和事业 耽误过孩子和家庭的幸福 还有什么洗的 哎呦 这谁的小错外了 呀 呀 几只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 都是我张罗的 她都不用管 今天梁延芳计划已久的事情终于得到落实 她准备为丈夫所在的边防团捐赠一万色书籍 并带领部分教职员工去慰问部队关闭 看爸爸去咯 好喽 这个东西还想拿吗 梁延芳校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不只辛苦前来看网慰问我们 这从风体现了梁校长和行系别防清洗管闭的拥有情怀 梁延芳议学的到来 祝到兵航团全体官兵的隆重欢迎 今天下午呢 我们很新的日期 我要给大家教一些英语的常语剧情 怎样向新女的女生想要爱你去的 我可以打电话 i have a courage night don't take it too hard 讲台上的梁延芳总是神采飞扬 此时他用真诚和热情感动和感染的这些为国戍边的军人们 我感觉非常幸福啊 非常好 因为无论是我的家庭 还是他的事业 还是我的小孩 包括双方父母啊 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非常优秀 让我互顾自由 而他展现给我的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一面 从来没有有遇过或者是抱怨过一些委屈啊或者是不解啊 在他的面前就是幸福乐观 这儿好玩不 好玩 好玩呢 因为平时都太忙了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够有闲暇的时间 为我的爱人 孩子和老师们做一顿可口的美餐 如今事业有成的梁延芳 不仅把自己的事业和家庭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还常常想着为部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说这样是为了让更多的像丈夫一样的边防军人都能安心部队 为祖国守好边 战好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公其不备 一招致敌 背负敌军 缘和成为共和国战士 风沙滚滚 大漠无银 数千官兵 为何徒步穿越死亡之海 守望边疆 不离不弃 老兵们心中 埋藏着怎样的美好愿望 和平年代特别节目 我们新疆好地方 下期未免不图 守望沙海 守望沙海 4七千万 上市 平时 达村 达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